第一题 我们听见的声音是一种波 波是可以靠空气传播的 下列关于波的传递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 波能够将波上的物质沿着波的传播方向传递出去 波可以将波源的整动形式传递出去 波在传播过程中 波形可以随时自由变化 并不一定与波源保持一致 波的传播过程中能量不会随波传递出去 答案是B 对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错在哪里 到底他在讲什么 波能够将波上的物质沿着波的方向传递出去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以水波作为水波作为我们的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我要画一下 要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的水波 如果我的波是从这一个左边传递到右边 我在这一边有一粒石头 请问他下一秒会去哪里 会不会往右边移动 还是他会往下 他的答案是他会往下 他只会在上下移动而已 这个不是石头 我这么讲石头 应该是一个漂浮在水面上的一个 小球 应该是叫它小球 乒乓球这样子 所以他是会上下移动办了 这乒乓球会上下移动不了 他不会往右转移动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物质 不会沿着波传波的方向传递 他只会是原地震动而已 这个要注意 再来的就是他的波形呢 是跟他的波源一样的 这个应该改不了的 你波源怎样震动呢 你的这个传出来的时候呢 就会保持了一致的 所以这个是错的 OK 然后呢最后呢是能量 我们有提到的 波其实传的就是能量 所以他的能量呢 会随着波的传递出去 所以这个不会呢是错的 OK 大概是这样子了 第二题 杨海倩 Teslin 水波属于红波 深波属于重波 横波跟重波的区别 错误的是哪一个 错误的 横波有波峰 重波有密布 横波有波谷 重波有疏布 横波不能再增幅中传波 重波可以 横波中 相邻波峰的距离称为波长 波 横波有波谷 重波有疏布 这个应该对呀 我们讲说这个横波的波峰呢 就是重波的密布 横波的波谷就是这个重波的疏布 那但是西的是错啊 如如家西讲西是错的 横波 我们假设横波是光波的话呢 他是可以在真空中传播的 我 重波反而不可以 我因为深波不能在真空中传播 所以这个呢 反而是倒转的一个情况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横波都可以在真空中传播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讲啊 我们讲到横波 我们就想到光波啊 是可以在真空中传播 所以西是错的啦 主要他讲重波可以就错了 OK 那波峰跟波峰的距离是波长 这个是对的啊 好 第三题 罗子琴 这个关掉 在同一个时间内密封 密封 密封 这个应该是也写错字了 密封 密封飞行时 翅膀整动的次数明显比飞 蝴蝶飞行时整动次数还要来的多 那这个呢 它的整动次数呢 称为什么呢 一秒钟整动的次数 我们是称为 波长 一秒钟整动的次数 我们称为频率 啊 是波峰跟波峰的距离 称为波长 啊 要分清楚啊 那频率我们的频率用的单位是什么呢 卢家琪 这个太简单了 对你来讲 啊 A Hertz Hertz 这个是初中 初一的时候都有学过了 第五题 开西 U图所示的某个物体整动所产生的波形图 哪一个说法是正确的 这个波应该是中波还是横波啊 它的波长是多少啊 开西张凯西 嗯 错了 完全错到完 这个他会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如果他 我们看如果这个真的是那个波的话呢 这个应该是横波吗 有波峰有波谷的 这个应该是横波 那它的这个波长怎样算呢 应该是一个波峰跟一个波谷 啊 所以应该是二米的 不是一米 所以这些答案是东西 所以为什么我讲完全错完 因为你写中波 错的 你写一米也是错 错的完 不好意思 嗯 哎第六题 过容组 啊 物质能够随协助波的传播 但不是每个物质都能够传 递横波 哪些介质无法传递横波呢 我会 哎 空气 yes very good ok 所以为什么空气传递不到横波啊 这个很 这个很interesting的问题啊 其实横波哦 它是上下震动的吧 你这个物质上下震动 你的旁边为什么会跟着上下震动 因为它粒子跟粒子之间有牵引力 如果是空气 如果是气体的话呢 它就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形式了 因为它粒子跟粒子之间相离的太远啊 通常是没有轻引力了 所以空气来讲 它反而会产生横波 哎 它反而会产生重波啊 重波产 可以产生重波的那个条件呢 就是这个介质能够被压缩 能够被压缩的大概是只有气体了吧 对不对 所以在气体呢能够传播重波 能够传播横波的反而是固态的或者是液态的 OK 所以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当然你讲 哎老师 弹簧 弹簧因为我们的 这个layout的关系 让它可以压缩 所以它可以产生重波 然后它因为它本身是固体又有牵引力 就是粒子跟粒子之间又有牵引力 所以它又可以展示横波 所以弹簧是比较特别的 它是我们人类精心设计 可以产生重波 可以产生横波的 然后两个都可以 OK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补上去的一句话 要产生横波的条件 必须要粒子跟粒子之间有牵引力 如果要产生重波的话 这个介质必须要能够被压缩 这两个条件是在课本上没有的 我自己想出来的 非常brilliant OK好 再来下一个是王文乐 加以ains 4 增加电台的频率 88.1MHz 反正就是 这4个频率 请问哪一个波长最长 大家自夸一下吗 波长最长答案是东西是错的 答案是A 反正就是要码就是A要码就是B 最最极端的 但是我们怎样看呢 V等于F兰大 F是频率 频率最大 因为我们的V 因为都是电磁波 V是固定的 F越大兰大就越短 兰大又越大 我的F就要越小 所以呢应该要是最小频率的那个波长最长 可以啊 所以要记得波长跟频率是倒转的一个情况的 OK倒转了 一般来一般来讲的啊 大多数 OK 所以再来 李生衡 第八题 赤声波和超声波 哪一个说法是错误的 答案 DONKEY DONKEY没有耶 DONKEY没有耶 错误的哦 赤声波用于军事方面 超声波可以用作回声定位 这个也有 赤声波作为动物的交流也是有 像超声波作为检查气体泄露 好像是赤声波 好像是赤声波的检查那个气体泄露 OK所以DONKEY是错的了啊 好 微君 第九题 假以两只 两只昆虫 一个是枕栋200次 另外一个是枕栋30次 人能够听到 哪一只 昆虫的枕栋翅膀的声音呢 西都能听到啊 你不要中陷阱很多人就讲啊 一定是一个听到一个听不到 不是的 我们要知道20赫尺上 我们就听到这个30赫尺听到 200赫尺也听到 两个都能听到 OK所以要背起来那个数据 然后不要被他骗了 哎第十题 会员 哪一个没有伴随波的行程 这个有点难呢 来想一下 哪一个没有伴随波的行程 就是他整个来讲呢 要产生波 产生什么波呢 可以是光波 可以是声波 所以整个来讲 只要有声波的产生 或者是光波的产生 他都算是有波的 行程 哪一个没有 答案是东西 很多学生讲 哎 那是彩虹有啊 有红尘黄绿蓝电子 那个是反射 所以他原本有光照射进去 光反折射出来 对吧 他是 一定是太阳光照射进去 然后他折射了两次 然后全反射一 全反射两 全反射一 折射两次 大概是这样子 反正就是 这个波不是形成的 而是折射的 就是他没有形成 无中生有 你要知道 行程必须要是 无中生有的 OK 闪电是无中生有的 他 他的这个空气被电离 然后产生光出来 海啸是会有声音 然后会有很大的声音 所以会有 啊波 啊声波的产生 地震也是了 啊这个 包括那个地面的震动 也是属于波 声音也是波 啊这里都会有 啊波的形成 只有这个彩虹没有 OK 第11题 无关系 电磁波广泛 广泛在生活中 呃 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 哪一个电磁波的 说法正确 呃 物质里面 没有打开用电设备 房内就不会存在电磁波 电磁波的传递需要依靠介质 电磁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和声波很接近 电磁波的频率范围很广 包括可见光和不可见的光 你选D了之后又选A是什么意思 A不是正确的 那你换句A是什么的意思 基本上你家里没有打开用电的设置都好 你最近有这个这个传播站呢 你这曾经家呢 都无意幸免的 一定会有这个电磁波烧过的 你肉眼看不到而已 哦 你你你看哪里家里有有 你讲我开手机电话 我才会有电磁波 没有的 那个传播站无时无刻都会一直打那个电磁波 啊 你不开电话也是会有的 啊 所以跑逼不了的 电磁波不需要任何的介质 所以他写需要也是错的 啊 不存在电磁波 这个也是错的 啊 你不开电 你你你你附近有传播站呢 你就会中了 除非你整个物质呢 是用金属 金属外壳做的 这样你就可以把它隔绝掉 电磁波可以把 有办法隔绝掉 然后用金属可以把电磁波隔绝掉 但是 有人住在金属物质里面吗 OK 电磁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是跟声波差的远 一个是3乘10的8次方 一个是330而已 啊 声波慢的很多了 啊 接近啊 完全没有接近 OK 啊 第12题最后了 力衡 文力衡 电磁信息的世代啊 身份证中呢 也可以储存很多个人信息 那储存量最大的是 哦 他前面就废话了 你知道最重要的是 里面哪一个的储存量是最大的 这里的储存量最大的是 它比 一个动硬碟 一个TB的对吧 银行卡很少不了 几个 几个KB罢了 啊 门卡 购物卡这些都是磁带的 一小条罢了 啊 怎么可能储存的多呢 一小条的那个磁带 啊 这个是整个圆盘 不同多少个盘的叠在一起的 非常非常多的啊 啊